夜班工作可不要随便去,那次上夜班的经历太可怕了,大学毕业后我四出头简历,但都时辰大海一时间,我吃饭都成了问题,可就在我绝望至极时,突然在路边看到了一个招聘广告,只见是一个高薪夜班克服岗位,于是急于缺钱的我就慌忙打电话咨询了下,电话那头二话没说就跟我约了晚上十一点的面试,顿时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晚上十一点的面试啊? 是这样的,我们的上班时间是晚上十一点至凌晨五点 哦,这样的,那行吧 就这样,我便和他们约好了晚上十一点的面试,当天晚上我就来到了约定的密点,只见这里深处荒郊野外,几公里只有一盏路灯,诡异的氛围让我不禁打了个冷战,就赶紧给那公司打起了电话,但那公司却让我在原地等他,说一会就过来接我,可等了半天, 连个鬼影都没有,顿时我就觉得害怕起来,完全没有了面试的心情,就转身准备回去,可正这时,背后有人叫了我下 小心是吧 很快,按照流程,问答了几下,面试就结束了,但结束后,我才发现,竟然忘记问公司,具体做什么内容,于是,我就问了下,你们总要做什么内容,可刚说罢,高能女警,炒币点赞,厄运退散,正在办公的两个女员工,就忽然抬起头看向我,气氛极为鬼,老板就压低声音,告诉我 此人用品转慢,还有,每天到勤时间不得早于晚上十一点,下班时间不得晚于凌晨五点 我听后,经不住小开心起来,第二天晚上,我就十一点过来上班了,但工作内容极其简单,只要等着买价前来咨询即可,但等了好久,都不见一条消息,但正当我觉得无聊时,好多买价咨询消息忽然一涌而来,我不经意瞄到了,又下缴时间,刚好是半夜零点多,随着时间推移,时间来到了凌晨一点多,这时候网店的咨询顾客明显变少, 我也就无趣的东张西望开了个小差,忽然发现旁边的两个女同事依旧很沉默,一言不发,死勾勾的看着电脑,我就主动向他们问起了话, 喂,姑娘们,咱们老板,今晚咋不在呀,但旁边的黄头发的女生却没听到似的,头也没回的看着电脑,隔壁的穿紫衣服的女生看向我说道, 老板去送货了,送货,顿时我就对这大半夜送货产生了疑惑,那女生继续说, 是的,咱们店所有的商品都是包邮到家的,但这里的包邮不是第三方快递,而是老板亲自送, 那老板倒挺辛苦啊,就这样,我和那子衣服女生聊了很久,经过聊天才了解到原来这女生叫小花, 黄头发那女生叫阿梅,她们俩来着打工已经好多年了,时间很快就到了凌晨四点多, 小花和阿梅就起身准备下班,小花也催我赶紧下班,我就很快走出了屋子来到门外, 忽然看到一辆车一声不响的从我面前经过,停在了前方不远处, 我走进后仔细看才发现,窗户上还挂着一个黑色的画, 这,这不就是出殡用的车子吗? 正当我惊苦时,老板忽然从车上走了下来,听老板说,原来他是开着这辆车去送货了, 回家的路上我不停地在思考,老板就算送银监货,也没必要大半夜开这种出殡车送吧, 越想我便越佩服起了老板惊人的胆量, 做了几天后,我对公司业务越来越熟悉,这晚老板忽然向我走来, 小仙,我看你最近成长很快嘛,谢谢老板夸奖, 这样,咱们公司又增加了一个帮忙上粉烧纸业务, 我呢,想找一个优秀员工前去完成这个任务, 想来想去,也只有你最合适,怎么样? 去是可以去,但我有个请求,老板, 请说,能不能白天去,我晚上有些害怕, 看把你怂的,行吧,那就白天去好了, 第二天,我一觉醒来已经下午, 等我去墓地时已经到了傍晚,连续给好几个墓碑烧完之后, 我竟变得一点也不害怕了, 只想着赶紧烧完最后几个回家休息, 但等我烧到最后一个时, 冥币却怎么也点不着, 此时天色已完全黑了下来, 但周围也没有风, 顿时我就觉得很诡异, 渐渐的害怕的情绪又涌上心头, 随着打火机火苗的轰鸣忽暗, 高冷预警, 逃避点赞, 厄运退散, 我不小心瞧到了墓碑上的照片, 只见是一个年轻女生, 我定睛一看, 这人不正是同事小花吗? 看到墓碑上的同事小花的照片, 我顿时恰得出了深冷汗, 只见照片中的小花笑容如此灿烂, 和公司里死气沉沉的她, 判若两人, 我越看, 那笑容可就越是显得诡异, 我就赶紧起身, 准备跑出墓地, 可奇怪的是, 我跑了半天, 也没有跑出这墓地, 一直在这里面转圈, 正在这时, 我手机突然想起高冷预警, 投币点赞, 厄运退散, 拿出后发现, 手机屏幕上忽然弹出一个对话框, 提示你连上WiFi, 并且信号满格, 顿时, 我险些没被吓晕过去, 在这荒郊野外的墓地, 哪来的WiFi? 正当我惊恐万分之时, 手机突然来电了, 我一看竟然是老板打来的电话, 我光芒接了起来, 这是我第一次觉得老板的声音是那么动静, 小鲜, 都11点半了, 你怎么还没来上班了? 我顾时就愣住了, 怎么会11点半了呢? 我刚烧完址不久, 最多才8点吧? 别为你旷空找理由, 我很决定的道理, 现在就是11点半, 不信你看下车位, 我今后半信半疑地看了下手机时间, 竟然真的是深夜11点半瞬间, 我吓得说不出话来, 老板见我许久不说话, 似乎察觉到了我的难处, 就说, 现在你听我的, B上眼一直往前走, 77495, 一步不能多, 一步不能少, 途中千万不能睁开眼, 为什么要做这些呀? 老板, 但老板没说别的, 直接挂断了电话, 我也顾不了那么多, 只好照着老板说的做, 奇怪的是, 我竟然真的走出了墓地, 之后我回到公司问老板, 我是不是见鬼了, 但老板却没有回答我, 只是说让我要有敬畏之心, 但我不知道为何, 也没有将见到小花墓碑的事情告诉他, 回到公位后, 看到小花和阿梅依然在公位上怒不转睛地工作, 再想起墓碑上那个灿烂笑容的小花, 心底不由地抄了一下, 这时小花似乎察觉到我在看他, 就扭过头问我看他干嘛, 我只是尴尬地笑了下, 说没什么事, 之后我出来上了个厕所, 抬头才发现, 今晚万里无云一轮明月悬挂高空, 看到这明亮的月光, 我害怕的心情顿时一扫而空, 反而生出一丝诗情画意, 回到公司后, 房间里仍然是昏黄的灯光, 我就准备拉开窗帘, 可正这时, 身后传来冷冷的声音, 住手, 回头一看, 只见老板极为愤怒地看着我, 我顿时感到莫名其妙, 老板就解释道, 做咱们这一行, 见不得光, 这是老规矩, 我只好扫兴地又回到公位上, 喝着没滋没味的热水, 但喝着喝着, 忽然就发现了不对, 我好像从没见过老板, 以及小花和阿美喝过水, 就连厕所也没上过, 难道说他们不是人, 回到家后的四日白天, 醒来后我不知道做什么, 就继续玩着手机, 忽然我想到了老板之前说过的他们店铺销量多高, 好评多少, 于是好奇的我就打开某宝搜了下这个店铺, 但奇怪的是竟然搜不到, 我就不信邪的又搜了下, 但仍然搜不到, 顿时我郁闷极了, 忽然又联想到这几天遇到的种种怪事, 首先老板和小花阿美三人, 好像除了工作从来没做过, 也没聊过别的事了, 更甚至我从来没见他们吃喝拉撒过, 而且老板还大半夜的开着出殡车送货, 更可怕的是, 墓地里竟然有小花的坟墓, 难道这一切都是巧合而已吗, 当晚我又来到公司上班, 趁着闲暇时间, 我又搜索了下店铺, 奇怪的是, 竟然可以搜得到了, 而且果然如老板所说那样, 很多好评, 工作许久的我抬头看了看四周, 这才发现公司只有我和小花在, 我就好奇的问起了小花, 小花, 阿美去哪了? 她今晚和老板去送货了, 说吧, 小花又转过头, 继续工作了, 我一看老板不在, 就赶忙跑去窗边打开了窗户, 只见一轮明月的光辉立马倾洒了进来, 高冷预警, 逃避点赞, 厄运退散, 但接下来我就发现了不对, 凡是月光照到的地方, 瞬间变成了废墟, 我试着将窗帘开得更大, 只见随着月光的扩散, 废墟的面积越来越大, 顿时, 我被这眼前的一幕惊到了, 忽然, 工卫那边传来了小花暴躁的声音, 你干什么, 谁让你把窗帘拉开的? 但我刚转头, 小花就突然瞬移到了我身旁, 刚过来, 她就被月光照到了, 只见被照到的半边脸突然不烂, 小花怒吼着, 看得上窗帘, 我一时间被这惊人的一幕吓得无法动弹, 小花便猛地抓住窗帘, 随即拉上了, 拉上窗帘后, 没有了月光的照耀后, 小花的脸庞瞬间恢复了正常, 我身体颤抖着连话也说不出, 你, 你果然, 还没等我说完, 小花就瞪大双眼的对我吼道, 就是你看到这样, 这就是真相, 讲魔并敢挺稳, 一个鬼子, 仿佛被施了魔法一般, 让我一下子从恐惧的泥潭中走出来, 我还紧转过身, 头也不回地往外跑, 这件事发生后的很多天, 我才很明确地意识到, 之前这些日子, 我一直和这些鬼待在一起, 为了印证这一切, 我在一个晴朗的白天来到了这个单位, 只见哪还有单位, 这地方看上去至少荒废好多年了, 后来四处打听, 才找到了小花的妈妈, 经小花妈妈描述, 原来小花阿美和老板, 之前的确在这工作, 但三年前的一个夜班, 由于线路老化引发了火灾, 搅合的是三人都睡了过去, 全部都在这场大火中丧生,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 我独自手捧鲜花, 来到了小花和阿美以及老板的墓前, 将鲜花放到了他们墓碑前, 也算是和他们的一个告别, 从这后, 我完全没有了工作的心情, 就踏上了回家的火车, 可就在我火车上打准儿的时候, 手机突然来了消息, 我拿起一看, 发现收到一笔钱, 只见备注写着, 小仙, 这是你半个月的客户工资, 辛苦了, 老板 如果不是求职心切, 如果不是那条奇怪的面试邀请, 我根本不可能经历这可怕的一晚, 此刻, 我只能蜷缩在一个陌生大楼的厕所里, 完全不敢发出声音, 因为能爱的东西, 真的能够好。 我叫小仙, 刚毕业的我和大学是友好基友阿杰, 一起来到了大城市北京, 但奈何今年, 行业内卷太严重, 找了两个月还没找到工作, 这天晚上, 正在沙发上玩手机的我, 忽然收到了条短信, 点开一看, 惊奇的发现, 竟是一个面试邀请, 只见这公司在阴阳路444号, 看到这面试邀请, 我不由得高兴起来, 但仔细想象, 却觉得有些不对, 面试时间竟是今晚11点, 正当我那闷时, 阿杰忽然说道, 你就别纠结了, 现在工作这么难找, 我看咱们就现在出发吧, 刚好我出去吃个夜宵, 可是阿杰,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你看这地点, 阴阳路444号, 拍晚上面试, 你就别乱想了,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咱们堂堂男儿怕傻, 这不还有我陪你吗, 说着, 我就和阿杰打车, 来到了这公司楼下, 只见外表看起来, 这的确是一个普通的写字楼, 加上周围灯火通明, 我困惑的情绪也消退了, 正这时, 我们忽然看着旁边, 有个卖串串香的小摊, 阿杰, 你不是想吃点夜宵吗, 快去吃吧, 顺便在这等我, 我自己上去面试就行了, 你行不行啊, 小仙, 怕啥, 正如你所说,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没问题的, 那行, 你要是有啥情况, 记得给我打电话啊, 说吧, 我就独自来到了这公司的楼层, 可刚上来, 我就发现, 这里走廊灯没开, 一片漆黑, 正这时, 我看到对面有个黑影走来, 诡异的是, 随着这黑影的靠近, 一股臭味就越来越浓, 当这黑影经过我后, 忽然停住了脚步, 并说道, 哎, 你是小仙吗, 是啊, 你是, 你是来我公司面试的吧, 就看你有些眼熟, 跟简历上照片有些像, 之后, 那人靠近我后, 才发现他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 是的, 我是来面试的小仙, 那您怎么称呼呢, 我姓王, 叫我王总就好, 之后, 王总就带我进了公司, 只见这办公室内的所有办公桌都是空的, 王总似乎看出了我有些疑惑, 就解释道, 是这样, 咱们公司呢, 现在刚成立, 正在招兵买马, 你要是现在入职, 那以后就是公司元老了, 进了老板事后, 这王总问了我一些问题, 正当我回答时, 忽然灯熄灭了, 咦, 什么情况, 小仙, 你先别急, 我出去看下情况, 说着, 这王总就离开了正, 随后, 我就打开了手机, 电筒罩着, 可这时我突然发现, 两本干净整洁的办公桌, 此刻惊布满了尘土, 而且整个房间也破败不堪, 此刻, 我又想起了刚见到王总时, 他身上的臭味, 那臭味, 明显是失宠, 难不成, 难不成我这么见鬼了, 我的好机友阿杰成为了一位大老板, 颇为懂得话柄知道的他, 让员工每天都心甘情愿地加班到深夜, 他自然也做出表率, 经常待在公司不回家, 但最近他却再也不敢回公司了, 事情还要从一个月前说起, 那晚为了赶一个项目, 全公司加班到了凌晨三点, 程序员二狗敲完了一段代码后, 就伸了个懒腰, 从连续坐了六小时的工位上站起来, 正要去上个厕所, 没想到刚走了两步, 整个人就一头栽倒在地上, 一旁的丁丁看到, 以为是二狗不小心半倒, 就嘲笑了起来, 但一分钟过去了, 早地的二狗仍一动不动, 丁丁觉得事情不对, 就赶紧凑过来, 这才发现二狗早已没有了呼吸, 但阿杰对于这种事情, 却能冷静完美的处理, 因为公司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事了, 阿杰就动用了部分资金摆平了这件事, 但在警察的要求下, 他必须要严格遵守上下班时间, 不得让员工多加一秒班, 可是, 在这阵风透过去之后, 公司又恢复了每天加班到很晚的状态, 这晚, 他正在自己办公室打瞌水, 忽然听到外面有人敲门, 请进, 但门外那人没听见事的, 继续敲着门, 我说请进, 但那人却仍没进来, 继续敲着门, 顿时阿杰就火大了, 冲过去一把拉开办公室门, 高能预警, 投币点赞, 恶运退散, 但奇怪的是, 门外没有任何人, 阿杰以为是加班员工的恶作剧, 就问, 你们刚刚谁在敲我门, 只见员工纷纷摇头, 阿杰以为自己听错了, 就没有多想, 继续回到位子上打瞌水去了, 但没过多久, 门又被敲响了, 谁, 直接进来就行, 但仍然没人进来, 再也无法容忍的阿杰就冲出门外, 对着员工吼起来, 说, 你们到底是谁, 刚刚在敲我门, 但员工仍然轻疑似的摇头, 没人是吧, 玩儿我是吧, 行, 我这就调监控, 但奇怪的是, 监控画面显示, 刚刚的确没人敲过他们, 就这样莫名的敲门声这事就过去了,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些事却更加的离奇, 这天一大早, 阿杰刚来到办公室, 突然发现自己的桌子上放了一张二斗和他儿子的合影照, 只见照片里的二斗笑容灿烂, 跟之前公司里那副死气沉沉的脸截然相反, 但阿杰却对这突然出现的奇怪照片很不解, 就又去掉了下监控, 只见监控里从他锁门离开到开门进来, 压根没有任何人来过, 顿时他感到背后发凉, 可这件事还没解释清楚, 更离奇的就来了, 这天深夜, 等所有员工都加班完回家后, 阿杰也准备检查下办公室就回去, 但当他走到以前二斗的工位时, 突然二斗的电脑自己开机了, 并且还跳出了很多代码, 终于阿杰再也承受不住这些了, 就找来了大师, 这天上班时间, 当大师刚走进公司, 就皱起了眉头, 您看一下吧, 到底是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之前我跟您说的这些怪事, 我的员工也都知道, 不信您可以问下他们, 只见大师表情古怪的看了看阿杰, 又扫了一眼空荡荡的办公室, 很显然, 这工位上早已蒙上了一层灰尘, 可见很久都没人了, 你是说这里所有人都看见了, 是啊, 所有人, 大师无奈的摇摇头, 哎, 难就, 说吧, 大师就转身离去了, 这时, 一阵风吹了进来, 将阿杰办公桌上的报纸, 掀到了地上, 除了上面几份是公司喜货投资的报道, 底下全是公司这些年发生的员工猝死事件, 多年前那次夜班的日常经历, 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可怕, 那个暑假, 我为了挣点零花钱, 就去了一家知名快餐店做服务员了, 我的工作主要是夜班, 每天十四点到凌晨两点, 这天下班后, 一是凌晨三点, 我和厨师长就一起回员工宿舍了, 深夜的道路空无一人, 除了我和厨师长的走路声就没了别的声音, 抬头看去只见一轮明月悬挂高空, 顿时我就觉得有些奇怪, 今天明明不是满月, 为何月亮会这么圆? 但破于困倦, 没多想我就上楼了, 当来到三楼时, 我忽然感觉旁边一阵冷风吹过, 但此时正值盛下, 冷风就显得极为怪异, 顿时汉毛就树立了起来, 我四处转头看了下, 只见除我和身后的厨师长外, 并没有其他人, 厨师长见我四处张望, 就说道, 你咋啦, 望来望去的, 没事, 说吧, 我们就上了四楼, 可到四楼后, 我忽然感觉背后一股寒意, 猛一转头, 眼前的一幕彻底惊呆我了, 只见身后正站着一个身着白骨, 披头散发的女人, 在月光的照耀相, 内白, 静白的发亮, 但她始终抬头盯着厨师长, 随着厨师长移动, 她也跟了过去, 紧紧的贴在厨师长身后, 此时, 我早已吓得胆战心惊, 但又不敢惊动那女人, 只好慢慢的跟在她俩身后, 终于来到宿舍门口, 当厨师长准备打开房门时, 那女人还消失不见, 就这样, 我躺床上思考了一晚上, 第二天还是决定把这件事告诉厨师长, 厨师长, 你有什么未完成的感情债吗? 没有啊, 但拿问这个, 于是, 我就把昨晚的经历告诉了她, 她听后半信半疑, 你厉害了, 还能看见这玩意儿, 信不信随你, 我就只是跟你传达下这事, 果然, 四天后, 厨师长慌里慌张的来到我面前说道, 我看到了, 然而你说的是真的, 我竟然真的看到了, 看到啥了? 就你说的那个白衣女啊, 啊, 你在哪看到的? 宿舍, 经过厨师长描述, 我才知道, 昨晚, 厨师长由于半夜被尿憋醒, 就起身去卫生间, 可就当她走到镜子堂时, 忽然余光, 撇到镜子里, 就不客人, 回头一看才发现, 正是我之前跟她说的那白衣女, 厨师长顿时吓得满脸撇清, 赶紧回了床上, 一晚上没赶上厕所, 并且还开了一夜的灯, 之后, 我将这事告诉我爸, 我爸就赶紧让我辞掉了这份兼职, 后来厨师长怎样我不了解, 赞叹他朋友圈, 最近好像已经买房结婚了, 好机友阿杰最近在火车站附近开启了黑车, 每天白天休息, 半夜开车, 遇到外地口音的乘客总会狠狠地载别人一把, 因此也是赚得盆满钵满, 这晚他又来到火车站附近蹲点, 没多久就有一个西装男从车站走出, 阿杰就赶忙上前拉客, 哥们, 到哪去啊, 来上车吧, 我露鼠, 可没想到的是, 这西装男竟直接爽快地答应了, 阿杰顿时心里饿开了花, 看他这身打扮, 妥妥是有钱的主, 心向今天又能大赚一笔, 上车后, 这西装男就迷迷糊糊地睡着, 阿杰一看心里更是开心, 这哥们连去哪都不说, 还睡着呢, 那我就先为这外环绕几圈吧, 终于在阿杰绕外环跑了三四圈后, 这西装男终于醒了, 哥们, 您可算醒了, 还没问你去向, 你是要去哪, 一直往前开就行, 我给你指路, 行, 哎, 哥们, 我听你口音, 你是外地来的吧, 需不需要什么特殊服务啊, 这一片好玩的我都知道, 要的话, 我带你去, 包你满意, 哼, 一看这家伙就是个马大哈, 人傻钱多, 跟他推荐这地方, 他肯定会去, 五百的推荐费又又到手了, 不用, 好好开你的车就行了, 还有一直往前走, 别拐弯, 哥们, 咱们现在在外环呢, 直走的话就进乡下了, 让你直走你就直走, 我不差钱, 走就走吧, 反正今天老子吃定你了, 接着, 阿杰往后视镜一看, 却吓坏了, 实践后座上的那男的不见了, 顿时阿杰赶忙杀住车, 回头看了下才发现, 这男的原来是睡倒在了车座上, 阿杰就推了下这男的, 可这一推却把阿杰吓个半死, 此时这男的身体僵硬, 而且鼻孔没有呼吸, 很明显已经死了, 阿杰顿时被吓得冷汗直冒, 玩屠子, 这可咋办, 真是倒了八辈子没, 嗨, 这大半夜的, 干脆等会找个没人的地方, 把他扔了算了, 说着阿杰就开启了车, 可刚发动没多久, 后面就传来了那男人声音, 兄弟, 这是到哪了, 阿杰听后, 顿时险些下尿, 心强, 这家伙不是死了吗, 怎么又, 又活了, 难不成是诈时, 我, 我也不知道到哪了, 行吧, 那你继续往前走吧, 我再睡会, 说吧, 那男的又继续睡了, 此时, 阿杰的双手, 早已颤抖故意, 停止了踩油门, 可奇怪的是, 车子还在继续往前开, 顿时阿杰非常诧异, 猛然间, 阿杰忽然发现, 前面有条大河, 车子正自己飞奔着往大河跑去, 阿杰顿时被吓得疯狂的踩刹车, 可却没有任何作用, 就这样, 车子买到河边, 竟直接浮在河面上, 继续奔驰, 正这时, 那西光南就说, 过了这条河就到了, 你不休息下吗? 你, 你究竟是人还是鬼, 到底想怎样? 废话, 你这不是飞车吗? 不就是给鬼做的吗? 这是打车费, 按时加一公里十块, 你跑了得有两百公里了吧, 一共是两千四百元, 给你, 阿杰转头一看, 竟是冥币, 哥, 这, 这钱我也没法花啊, 没关系, 过了这河就是银尖了, 到那边就能花了, 毕业后, 我被分配到了西北的一个加油站工作, 这地方人烟稀少, 除了些国道常来加油的司机, 就很少有其他人来这里了, 下风我值班这晚, 北风呼啸甚是寒冷, 我独自一人坐在值班室的火炉旁边, 取着暖, 非常的舒适惬意, 渐渐的就睡着了, 可我刚睡着, 大门被砰的一下打开了, 顿时我被吓了一跳, 赶紧去关门, 但奇怪的是, 这时候外面的风已经停了, 又没有其他人, 这门为何会猛的关上了, 越想越害怕, 我就赶紧关上门回到了座位上, 冬雨没多久, 我又睡了过去, 躺下没多久, 我忽然感觉自己呼吸急促了起来, 而且身体也开始变得僵硬, 动叹不得, 尽管我用力的挣扎着, 但就是动不了, 就在这时, 我忽然看到值班室门口来了一个瘦小的老头, 他好像在找什么一般, 四处张望, 渐渐的, 他走向了我, 此时, 我拼命的想起身, 问下他是干嘛的, 冬雨, 我猛的一用力, 瞬间坐了起来, 可那老头却不见了, 此刻我才意识到, 刚刚是在做梦, 我就换了个姿势, 躺下继续睡了, 可这次躺下没多久, 悲剧却再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您怎么能在这烧纸呢, 万一引发火灾怎么办, 而且这也不安全, 火车等下就来了, 接着, 那老太太缓缓抬起头说道, 确实挺不安全的, 一年前我儿子就死在了这里, 对了, 他叫阿呆, 也是在这铁道部工作的, 你认识他吧, 我是最近才入职的, 不认识, 您赶紧回家吧, 就别在这为难我了, 好吧, 好吧, 我这就走, 说着, 这老太太就转身慢悠悠的准备离去, 可走了没几步, 忽然停下, 管头对阿杰说, 对了, 小伙子, 今晚可是大凶之夜, 恶鬼横行, 你可要小心点啊, 说吧, 那老太太就离去了, 阿杰顿时感到莫名其妙, 神经兮兮的老迷信, 可算走了, 之后, 阿杰就继续沿着铁轨巡逻, 可走了没多久, 他忽然听到前方传来了小孩子的嬉笑声, 他就快步走向前去, 走着走着, 忽然看到一个身着白衣的小孩正在铁轨上玩耍, 喂, 小孩你干嘛呢, 你家长呢, 但那小孩没听见班子依旧在那里, 阿杰看了下时间, 此时已经九点二十六分, 距离最近这班火车到来只剩四分钟, 顿时就慌了起来, 想也没想, 就赶紧上了铁轨, 准备把这孩子抱走, 可刚到这, 这孩子突然动身一跃, 直接把阿杰压在了身下, 这孩子就像一块大石头般压得阿杰无法动弹, 这时阿杰才看到, 这孩子的脸竟然是一个骷髅头, 阿杰顿时被吓得大叫着, 此时远处传来了火车的鸣笛声, 可就在这千军一发之时, 这男孩忽然发出了一声惨叫, 随后就消失了, 正这时火车也开了过来, 阿杰就在被车碾压的前五秒迅速跳出了这铁嘴, 之后他才发现, 事发那晚, 自己口袋里装着母亲送他的护身符, 这天晚上, 由于老板下班前临时布置了些任务, 我无奈下只好加班到了很晚, 当我坐完时, 已经是深夜十二点了, 此时办公室, 或者说整栋大厦只有我一个人了, 我就赶忙关了电脑走出了公司, 当来到电梯口, 我就忽然想到一个关于该大厦前几年的女生跳楼事件, 顿时在这大半夜里不由的出了一身冷汗,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不怕不怕, 就这样, 我不断安慰着自己进了电梯, 电梯缓慢地下降着, 当来到十四楼时, 电梯门忽然打开了, 可奇怪的是却没人进来, 我向电梯外望去, 只见楼道一片漆黑, 总感觉黑暗中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我就慌忙地按着关门键, 门终于缓缓关上, 可刚关上那一刹那, 突然就被猛地打开了, 我顿时被吓得吸了口冷气, 这时, 进来了一个身着白色连衣裙的女生, 身上散发出淡淡的清香, 并且长相也颇为清秀, 正准备大骂一顿的我, 顿时没了脾气, 接着她就朝我说道, 不好意思啊帅哥, 我刚刚在外面玩手机, 没留神电梯, 你这么晚才走呀, 加班吗? 对呀, 你也是加班吗? 就这样, 我俩有说有笑地在电梯里聊了会儿, 到了一楼, 我俩一起走出电梯, 来到大门口, 却被保安拦住了, 小伙, 出大厦需要登记下, 顿时我就很纳闷, 但错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就赶紧登记了下, 正当我转头准备, 招呼那女生也登记时, 可我忽然发现, 那女孩不知去哪了, 登记好了是吧, 那就走吧, 我再等刚才跟我一块出电梯的女孩, 她还没登记呢, 大概去上厕所了吧, 保安听后, 顿时诧异地看着我, 什么女孩, 刚刚出电梯时不就你一个人吗? 怎么可能明明还有个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女孩? 说到这, 我猛然想到几年前那个女生跳楼的传闻, 再联想到这件事顿时出了一身冷汗, 就慌忙离开了这里, 来到园区大门, 又看到了一个保安在那守着, 那保安见我慌慌张张的就问道, 哎, 那半夜的, 跑这么急干嘛, 拿个公司的, 拿出证件给我看看, 刚刚我已经在大厦门口登记过了, 登记, 什么登记, 我们这处大厦不需要登记了, 而且都这个点了, 大厦门口那也不可能有保安看守, 你见到的可能是鬼保安吧, 几年前, 我们这曾有位保安死于非命, 据说一到晚上, 他的魂魄就会现身到生前的岗位上, 那你还记得他的长相吗? 说到这, 我赶忙回头望去, 只见大厦门口那还真是一片漆黑, 压根没人, 当像, 当时光线不大好, 我没看清了, 这时, 这位保安缓缓地摘下帽子, 是不是, 长得像我这样, 只见这保安满脸猙獰, 表情甚是怪异, 我被吓得赶紧跑出了园区, 跑了一会儿, 只见有家快餐店还在营业, 我就猛地闯了进去, 只见店里有很多人, 看到我, 光丽慌张地闯了进来, 大家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我也顾不了那么多, 大喘着粗气说着, 我刚刚, 刚刚见到鬼了, 还不止一个, 真的没骗你们, 可大家听后却一脸淡定, 随后有个人说道, 有什么奇怪的吗, 这里是人间, 咱们不都是鬼? 听到这, 我一脸恍然, 前几天你加班付出, 难道你还不知道吗? 最近和我一起合租的好基友阿杰, 忽然收到了一个苹果15手机, 据说是一个喜欢他的女生送他的, 一开始还没什么问题, 可过了段时间后, 我却发现了不对, 渐渐的阿杰跟那女生聊天聊的废寝旺时, 整个人气色都变得非常的差, 甚至也变得不爱说话, 整天无精打采, 像是变了个人一样, 顿时我就非常热闷, 就在半夜他睡觉时, 我悄悄的看了下他跟那女生的聊天记录, 看过才发现, 原来那女生在阿飘殡仪馆上班, 并且年薪几十万, 也难怪会舍得给阿杰买苹果手机, 考虑到阿杰最近精神状态不对, 我就准备夹着女生微信跟他说下, 可搜了下却搜不到这人, 顿时我就很纳闷, 第二天一大早, 趁阿杰没醒就独自打车准备去这阿飘殡仪馆, 可上车后我跟司机说了地点后, 司机却疑惑的看着我, 等到了这地方后我却发现了不对, 只见这里慌无人烟, 压根就没什么阿飘殡仪馆, 正准备上车回去, 可转身才发现, 出租司机早已溜走, 无奈下我只好步行走着, 走了很久, 才找到了一个小卖部, 就进去买了瓶水, 顺便打听了下, 这殡仪馆的事情, 这地方啊, 原本是有个殡仪馆的, 赶欠几个月好想发生了祸待, 勺得一赶而尽, 据说里面的人都无以神患, 停后我不由得出了身冷汗, 之后我就来到了这片废墟, 不对啊, 要是这几个月前发生了火灾的话, 那阿杰现在究竟是跟谁在聊天, 这苹果手机又是谁给他买的, 难不成我来错地方了, 正思考着, 我忽然赶到脚下踩到了什么东西, 低头一看才发现是一块破铁片, 隐约中看到了阿飘殡仪馆这五个大字, 顿时我郁佳害怕起来, 正准备转身离开正, 忽然身后出现了一个老头, 这老头突然紧紧的抓住了我胳膊, 说道, 小伙子, 我看你身上有股阴气, 这两天是不是遇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 正准备反驳的, 我忽然想到最近阿杰的奇怪状态, 就一五一十的告诉了这老头, 可老头听后忽然说道, 我看你朋友是中邪了, 啥, 中邪, 你是英书电影看多了吧, 老头听后只是微微一笑说道, 你朋友最近是不是气色很差, 不爱说话, 像是变了个人似的, 对啊, 或许我可以帮到他, 不然我跟你回家去看一下, 就这样, 我半信半疑的把这老头带回了出租屋, 此时阿杰正坐在沙发上玩着手机, 面部依旧依附病态, 老头看后叹了口气说道, 看来这中邪确实有段时日了, 那怎么办啊, 还有救吗, 有就是有, 但很难, 那要怎么救, 难不成去医院, 就你朋友这副模样, 送医院肯定看不出什么, 我看你倒不如信我一回, 信你, 对了, 你究竟是做什么的, 这个你以后会知道, 但你要照顾好你朋友, 白天应该不会出什么事, 但晚上一定要注意好照顾他, 切记, 等我回过神来才发现, 这老头不知何时消失了, 就这样白天阿杰没什么异常, 可当晚却真的发生了件可怕的事, 正在睡梦中的我, 忽然被一阵撞击声吵醒了, 醒来后才发现, 阿杰正用脑袋使劲的撞着墙, 我起来后刚要过去阻拦他, 忽然他就猛的跑了出去, 我也紧随其后, 跑了很远的路, 他渐渐来到了这阿飘殡仪馆, 走着走着阿杰终于没了力气, 就停了下来, 我就准备上前去拉他, 可正这时, 身后忽然被人拍了下肩膀, 转身一看竟发现是那小卖部电竹, 小伙子, 咋半夜的你一个人在这干嘛呢? 我追我朋友啊, 他梦有跑着来了, 你朋友在那里, 我怎么没谈见? 我听后就指着阿杰方向, 可转过身才发现, 阿杰不见了, 急了怪了, 阿杰去哪了? 我选你还是给你朋友搭个电话吧, 这地方待钱九姓归矣的, 晚上就更归矣了, 说吧, 这店主就赶忙离开了, 我为了找到阿杰, 不得不继续向前, 可走了没几步, 突然身后又传来了声音, 你胆子挺大了, 啥都不带就赶忙离闯, 你知不知道这是啥地方? 顿时我惊异的转过身, 才发现那老头不知何时又出现了, 我像是得到了救命稻草, 一般赶忙说道, 我朋友阿杰, 他消失在这了, 听后, 这老头只是淡淡的说道, 他进去了, 进去了, 进哪去了, 这殡仪馆啊, 其实吧, 这殡仪馆并没有消失, 只是普通人看不到而已, 没消失, 这殡仪馆不是被烧掉了吗, 怎么会没消失? 这老头听后很久没说话, 随后说道, 你想不想进去把你朋友找回来? 想啊, 难道你能带我进去? 说着, 老头拿出了眼药水递给我, 让我在眼睛里滴滴滴, 可我听说, 奇迹却发生了, 只见身旁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白衣女, 我顿时被吓了一跳, 她是谁? 什么时候出现的? 她早就在这里了, 只是你刚刚看不到而已, 随后我们就出发去找阿杰, 进了这殡仪馆后, 忽然被一个里面的工作人员拉去抬尸体, 把尸体抬到焚化炉后, 目睹着这惊心动魄的画面, 我经不住呕吐了起来, 正在这时, 忽然身后有人拍了我下, 转身一看正是那老头, 此时我在一看周围场景, 还是在另一转外面, 怎么回事? 我刚刚不都进去抬尸体了吗? 怎么突然又出来了? 你刚刚应该是进入幻境了, 你都看到啥了? 我好像成为了这个员工, 一个上级让我去抬尸体了, 后来呢? 后来就被你叫醒了, 听后这老头瞬间皱起眉头, 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 你刚刚说的幻境是什么东西? 老头听后没有说话, 半天才说, 走吧, 我现在带你去找你朋友, 随后我俩就进来了这殡仪馆的停尸房, 这老头就指着这地方说, 去找找看吧, 你朋友应该就在这里面, 我进来后才发现, 这里面早已停满了尸体, 我不停地翻开白布, 一个个寻找着, 找了半天, 终于找到了阿杰, 只见阿杰此刻满脸铁青, 就让这老头过来看一下, 他身上的精血和灵魂都被夺走了, 精血或许能用灵丹妙药养着, 可这灵魂没了, 这人也就和死人没区别了, 正这时我忽然发现, 阿杰额头不知何时有了个小洞, 而且小洞周围已经开始发黑, 这老头不知用什么东西, 往阿杰额头上一按, 阿杰小洞周围的黑色减少了很多, 你要是真想救你朋友, 就先带着他的躯体离开这, 这地方阴气太重, 时间久了, 就算你找到他的灵魂, 他的身体也不行了, 行, 但我有一点好奇很久了, 你为什么要不停地帮我, 等你救了你朋友, 我自然会告诉你的, 随后在这老头的带领下, 我走出了这殡仪馆, 出来这殡仪馆时, 外面已经天亮了, 可我清楚地记得进来时, 才晚上零点不到, 正当我思考时, 这老头忽然递给我一张纸条说道, 虽然你已经带你朋友出来了, 但由于他失去的精血太多, 身体还很虚弱, 你去这个地方吧, 告诉那里的人你需要做什么, 会有人教你怎么做的, 说吧, 老头又往阿杰身上贴了张符纸, 随后我就迫不及待地带着阿杰打车来到了纸条上的地址, 只见这是个买骨丸的镇子, 按照纸条地址我找到了那家店后, 进去后却发现店里也是个老头, 随后我就将来这的原因告诉了他, 他听后我从他的神情中看出, 他很明显是认识那老头的, 可他得知那老头在殡仪馆后, 就叹了口气说道, 哎, 真是造孽啊, 对了, 我叫王老头, 说着他就递给我一颗珠子, 可付完款后我才发现这珠子竟比黄金还贵, 临走时我特意向他咨询了下并已管那老头叫什么, 他只是说那老头姓白, 回家后我赶忙把这珠子给阿杰喂了下去, 可阿杰尽管服下了这珠子, 却没有任何变化, 就这样一直等了好多天, 本以为再没什么希望, 可这天我正看着阿杰发呆, 突然门被敲响, 开门后竟发现是白老头, 只见他此刻满身是邪, 甚是诡异, 阿杰尽管服下,